哈囉,大家好,我是拉方堂 CheerSugar 我現在人在 宏大的夜店街 現在是 翻夜一點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人 還是想要去夜店 對 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身後這一家 對,來 我身後這邊 這邊這邊這邊 對,然後這一家 就是,他進去 入場是不用錢的 大家都知道現在 武漢肺炎的關係 新型冠狀病毒 那,但是還是很多人 跑出來,然後想要去夜店 對,然後百分之八十 就是 不對,應該是百分之九十的人 都沒有戴口罩 對,當然平常如果白天的話 在路上,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大家基本上都有戴口罩的 然後,好,到了晚上夜店的時間 就是 大家可能 為了愛漂亮,然後就是 不戴口罩 那我真的覺得就是 就是 現在去夜店是一個非常可怕的行為 好 對,然後大概在 稍早前兩個小時的話就是 可能這邊夜店街的人 會比較少一點點 對 他現在可以看到非常的多人 然後,其實在路上 大家就已經不戴口罩 跟白天的狀況真的是 天差地別 大家可以 看得到真的是非常的多人 好,剛剛看到那個 那一家夜店裡面 對,大家都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人 就是基本上 都沒有戴口罩 就是我剛剛說的 九成的人都沒有戴口罩 哦 那影片可能雖然有點不太清楚 那可以大概 大家可以看一個大概 那現在這個時間 就是現在這個非常時期 然後大家還跑出來 哦 然後那個人的 數量很擠很擠 對 啊 就是比那個 現在大家新聞都可以看得到 那個韓國新天地 邪教 比那個還要近 好不好 大家非常的近 在那邊講話 好好 可能看起來很嗨 但是 我看起來是覺得非常恐怖啦 那 拜託不要來韓國旅遊 好不好 最近 近期 剛才介紹那間 免費 他也不會管你穿什麼服裝 好不好 你穿運動褲也可以進去 剛剛主要是在那個 夜店街那邊的狀況 就人會比較多 那 現在大家來看一下這邊 就是 宏大 算是 外國人比較有名的夜店 阿烏拉 來看一下我身後 阿烏拉 就是 沒有什麼人 對 大家還是會怕啦 對 可能主要幾個 有一些地方人很多 有些地方人很少 那對我剛才進去夜店的時候 那間不用錢的嘛 那進去就是 大家看一下 錄一下狀況給大家看 然後 那個檢查的那個人 他也看我的護照阿 就是 他也是隨便亂翻一下耶 我其實真的滿傻眼 我拿登陸證給他的時候 他說要護照 然後 我護照給他之後 他就隨便亂翻一下 然後 就可以進去了 阿 我也是滿傻眼的 怎麼會這樣子耶 隨便亂翻一下就可以 我的天阿 就是冒著生命危險 然後 走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韓國夜店現在的近況 還有 就是 武安肺炎跟大家聊一下 大家不要來旅遊 那 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喔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好不好 謝謝 掰掰